159 太陽報 胡家天下令家黨大樹一賭戶宣散 2015年7月22日兩岸A24陽光華夏經過半年多的調查後 中共前大內總管令計劃日前證實被雙開處分 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令計劃一趟對中共政治版圖產生巨大衝擊 團派為此樹賭戶宣散 在胡錦濤執政期間 外界一直都有活家天下令家黨的傳聞 指胡錦濤雖然貴為總書記 但黨務實際上都是操在令計劃手中 令計劃利用中辦主任這個平台 掩置組織宣傳幾檢大權 而且也身手懲治系統 早前被調查的國刊部前副部長馬堅 就是令計劃在懲治部門安插的人 令計劃因此權傾天下 大搞信我這槍 亦我這亡的一套 十八大前甚至企圖與周永康等人板倒 習近平 今次官方對令計劃的定性 特別強調令計劃破壞了黨內的政治規矩 矛頭直指令計劃結黨刑事 破壞了黨內的底線 事實上 令計劃為了給自己儲備今後的執政人才 通過地域 親員等因素構建了一個西山會 該神秘組織由山西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組成 除官員外 只有個別獲得身份認可的同籍傷人才能擁有埋單的資格 西山會內部沒有固定章程、沒有組織程序、也沒有固定地點 甚至不會有特殊的敵罪編排 激情有餘底氣不足西山會的聚會地點位於北京西郊 以不少於三個月一次的聚會頻率保持聯絡 聚會期間有豪車負責接送 手機、秘書、情人必須隔離 如果官員手握通往西山販局的門票 則可以有升職機會 其成員包括令計劃、令政策、新維神、道善學、劉鐵男等人 令計劃還利用共青團者平台附植一大批團派骨幹 如早前被調查的原廣州市委書記萬興良 原內蒙常務副主席潘逸陽 原山西統展部部長白雲 原四川紫陽市委書記李佳 原福建龍岩市委書記王曉嚴等 這些人在事發前都是團派的第二梯隊骨幹 也是官場的名逸之聲 得到令計劃的大力栽培 令計劃左手西山會、右手團派 在組織人士的培育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在黨內外建立了一個月被使指的權力體系 但除柴有計劃事發 這些親信骨幹很快就從明星變成流星 人生全部改寫 習近平更在黨內多次嚴厲要求打擊黨內的團團火火 以及搞人身衣服、門客、門幻等歪門邪道 令計劃的這些後備力量守當其衝受到打壓 事實上,類似令計劃者西團派中人很多都是書生 他們指點江山,激情有餘,抵氣不足 搞小陰謀狠在行,玩大戰略卻難有作為 故他們在政治鬥爭中始終敵不過太子黨 紅二代、習近平這代人聽慣了父輩們打江山的殘酷故事 也親身經歷了民革政治鬥爭 所以不出手則以,一出手便是一名驚人 直插對手要害,令計劃抗指使團派崩潰的開始 到中共十九大時,汪洋、胡春華的政治走勢才是關鍵 遙遠,措施再寫、胡春華的掌握 遙遠,措施再寫 蘾陪了,措施再寫 發跡門,措施反尋 蔓勒忍、家人嘅、快樂的動作 烏施、傲悟山洞為 誕囧、建造實情報端